中国大陆汽车市场竞争激烈,多个品牌参与价格战判以销量取胜,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的价格战势币会达到年底甚至是明年,就在大陆造车新势力为小李,也就是未来小鹏跟理想三家车厂亏损扩大状况下,未来车厂宣布调整全车系新车的价格及车主用车权益,车价方面全系车型售价减3万元人民币,新购车用户首任车主用车权益调整成整车6年或15万公里保固, 其中三店系统可享10年不限里程保固,另外还有6年免费车联网服务还有终身免费道路救援,但不再提供过去每个月4次的免费换店,用户可选择单次付费进行换店,除非向未来花3万元人民币购买家店补能套餐,说白话一点就是,未来全车系降价3万人民币,严格来讲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取消了免费换店的权益,直接在车架上做减免,也让类似向ET5星车售价, 降到30万人民币内的价格区间,借此来扩充客源,过去是每个月4次免费换店,单次换店费用大概100多元人民币,如果以5年用车周期来计算,差不多就价值3万人民币,对于有家用换店装的车主来说, 购车时直接把免费换店的权益,折现成3万人民币的折扣,其实也算是一种另类的优惠方式,根据中国时报报导,今年5月大陆共有12款重点车型上市,销售策略与定价,大致反映出当下市场的四种样貌, 第一种是造车大厂,就像比亚迪自己积极降价以及拼命推出新车,借以扩大市场占有率,第二是吉利,长城,奇瑞,本田等大型车企,积极跟比亚迪竞争市场占有率,第三是合资汽车品牌放弃品牌溢价, 以根据攻击性的价格争夺不断萎缩的燃油车市场,第四是人在努力挣扎但似乎无力回天的边缘车企,大陆汽车产业竞争激烈,而且洗牌速度加快,过去三年,已被淘汰的汽车品牌至少有75个,未来2到3年,保守估计6成到7成的品牌将被淘汰,到2025年,中国排名前10的车企可能会占据9成的市场,这意味着多数边缘车企都将出局, 未来汽车宣布调整其全车系新车的价格和车主用车权益,根据调整后的政策,全系车型的售价将减少3万元人民币,然而,未来不再提供过去每个月4次的免费换电服务,现在使用者需要选择单次付费进行换电,不过,如果用户愿意花费额外的3万元人民币购买家电补能套餐,就可以继续享受免费换电服务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。 搜索中天车想家,分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们了哦